十个九年的马席二会 在马英九方忠实如预期登场 不过现在传出习近平之所以见马英九 很大原因是二零二次大选前 马英九的这番话 马英九的相信习近平 被解读为递出橄榄枝 提前布局马席二会 就连回国后马席还这样解读习近平 但不仅马歇尔回当天 解放军出动十四架次军机绕台 马英九十一号抵达国门 再来十四架次共击八艘次共建 中共频频军事恫吓何来鸽派直说 我觉得不太像是鸽派 应该是鹰派 早有机会就把台湾给那个 给统一或是并吞 什么时候把飞弹撤掉 什么时候再来交朋友 习近平执政以后呢 他多次的对台政策 讲了四个字完全统一 如果说他是鸽派的话 那为什么美国跟日本跟韩国跟飞拼 对于台海的和平这么的紧张 是跟整个事实是完全不一样 我想事实胜于雄辩 日本媒体人石板明夫也在脸书发文 指出马席二会让我想起 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 当时李宗仁不顾众人劝阻前往北京 搞统战反美国 但文革爆发后遭受红卫兵威胁侮辱 对比习近平一边释出善意 一边依旧对台文攻武嚇 虽然马英九对访中行很满意 但似乎只为成就自己的历史定位 三年黄新城 陈陈凯中 黄真波 廖本君 那么多